我家老婆来自一千年前 阳台有点冷 父子俩回了屋 许青还在琢磨秦浩带的那个女孩 你怎么认识她 就之前我们上报纸的那个当事人 坐回去抢江河手里一半橘子塞嘴里 如果没记错叫什么例 这是大恩大德 以身相许啊 说到以身相许被江河偷偷拧了她腿一下 许青挪挪屁股离她远点 也不知道谁 非要说以身相许怎么怎么滴 现在还不是许了 就矫情 当时直接干脆利落 现在说不定孩子都有了 当时啊 我们仨在路上走着 正准备上网 我和王子 就那富二代 你们见过 我俩还闷头说着话呢 耗子突然一声大喝 三两步冲过去 我还没反应过来什么事呢 耗子捂着肚子就不行了 什么就不行了 周素芝听他说的话皱眉 就没法继续了 当时那叫一个凶险 那人拿着刀 直接就给耗子捅了 我还愣着呢 见他被捅了 心里一急 直接过去一巴掌 你不知道 我练的这虎吃拳 别吹了别吹了 知道你删过报纸 许文斌不耐烦 这家伙捉一回贼 尾巴翘到天上去 周素芝不知道当时情况 现在听许清一说还挺厉害 那他要是扎你一刀怎么办呢 他得扎得到啊 我这天天练着功夫呢 一个大跳舞能往后闪那么远 你跳一个我看看 周素芝瞅着他 这又不是猴戏 哪能说跳就跳 许清摇头 吹一牛 他知道 我是不是能跳老远 许清扯扯江河 示意他打 他以前去旅游 被猴打的事说过吗 你捂人家嘴干什么 什么理由 什么猴 周素芝现在不想看大跳 这个猴的事还真没听说过 许清不想和他们说话了 摸出手机找秦浩聊天 这就把姑娘带回家了 挺厉害 刚看到你载着女孩回去了 过片刻秦浩的消息回过来 你咋啥都能看到 就刚好在阳台 这是见家长啊 没有的事 熊爸生了一我崽子 带他过来挑一只 厉害呀 我就想不出这理由 下次是不是买个夜光手表 我蠢 旁边周素芝哈哈哈哈笑 许清抬头瞧瞧 连许文斌都在乐 无聊 起身到阳台看看 对面阳台果然有秦浩和那个女孩 俩人站一起脸上都带着傻乐 发个消息过去 秦浩傻乐着摸出手机低头 接着抬起头望过来 对面的朋友你们好啊 许清招招手 那家伙有点毛病 咱们不理他 秦浩拉着女孩回屋 顺便竖个中指 许清这家火腻坏 不得不防 讨了个没去的许清 也没在阳台傻动着 那样显得像个憨批 他其实就是想炫耀一下 顺便催催秦浩 俩人虽然娃娃轻吹了 但还有下一代啊 看看俩人孩子 能不能有个一男一女 回到屋里 话题已经转了 只是周素芝还在论 和江河巴菲历史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一样 老太太好像就喜欢着 你们可以八卦一下别人家 比如秦浩那个新女朋友 觉得怎么样 我感觉他们挺配的 见都没见过 去串串门 你有病啊 许清探手 来来来来 咱接着说 他那时候胆小 然后看完 晚上不敢洗澡 进去就吱娃唱歌 待在客厅没进 许清到处看看 拿个橘子边吃边钻进书房 把客厅留给他们婆媳俩 还有旁听的许文斌 下午就在许文斌的书房待着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书 琢磨着借回去看看 也使啊什么的 坐在书桌前 右手边是一小落比较新的报纸 身后箱子里是比较老旧的 各个年代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随便抽出来看看 很有年代感 闭嘴巴你 一会儿万一让他们听到了 要么怀疑你有病 要么就知道我是古代人了 下午许清在书房看书 江河在外面聊完 也摸进来 陪许清待着 看许清一眼 现在总是想亲近一下这个人 好喜欢啊 你们这婆媳关系有点不正常 是吗 看电视上都是勾心斗脚 尔虞我诈 要么就恶媳妇欺负婆婆 要么就恶婆婆欺负媳妇 电视演的都是假的 江河没有无表情的提醒她 现实里没那么过分 也总有点 你们那时候呢 许清好奇到 什么我们那时候 你们古代婆婆和媳妇 是不是都抱着罗筛 一起坐太阳底下干活 这个画面 许清也不知道从何而来 只要想到古代的婆媳 自然而然就出现在脑袋里 闭嘴吧你 一会儿万一让他们听到了 要么怀疑你有病 要么就知道我是古代人了 江河说着 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看 许清摇摇头没在出声 安静看报纸 古代人的事 自己跑到老两口面前说 和老两口自己听到 确实是不一样的 假如哪天无意间听到 老两口谈老妈是古代人 玄机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扔掉 晚上要一起吃饭 下午两个人没走 只能给自己找点事做销活功夫 不知不觉时间以罢四点多 他伸个懒腰 江河坐在一旁刚好和尚书 摸着风皮有些唏嘘 后知人 幸生太平之事 享无事之乐 不自修行 一位抱天者 悦此 当惊涕烟儿 许清看看他手里的 扬州十日记 想了一下道 和这个比起来 你那里算得上太平之事了 我那里 本来就是盛世 江河嘟那一句 从椅子上坐起来 看看时间发觉已经四点 他把许清按回椅子上 自己则准备出去 你在这儿多待会再出去 至于吗 许清没想到这小老太太 现在在意的还挺多 别说话 我们都结婚了 是夫妻了 还没有 这是领证吗 江河扯扯一脚 打开门出去 独自被扔在书房的许清左右看看 扬州十日可不止一次 他忽然想在江河看个阅兵 生活在这个时代 自然要了解这个时代的一切 如此 才算真正的现代人 他什么时候对历史这么感兴趣了 见江河一个人出来 周素芝随口问道 去年吧 江河想了想 补充道 不止前年 现在已经是新年二月了 春节却还没过 他也不知道该算去年还是前年 和你认识之后 许文斌侧头看过来 是啊 许文斌忽然想起 许清拿的那双秀起的草剑 朝江河脚下看去 毛茸茸的白色保暖黏细 他手指点了点了头 对自己刚刚一瞬间的想法感到可笑 被许清烂货给带骗了 整天神神叨叨的 许清出来的时候 客厅只留许文斌一个人在看电视 他俩呢 买菜去了 真好 我媳妇和你媳妇一起买菜 爸 有没有感觉到幸福 许文斌挟视他一眼 懒得搭茶 太平之势啊 许清靠在沙发上 转着头看看四周 桌椅茶几 电视沙发 吊灯天花板 这样真好 你出什么疯 许文斌终于出生 这小子不太对劲的样子 就感觉很幸福 你要实在嫌 就去下楼眶 看他们回来没 帮着提一下 许清没说话 望着头顶出神 不只是他影响了江河 江河也一直在影响他 许文斌看着许清 一个鲤鱼打铁 从沙发上蹦起来 惊讶了一下 接着就见他招呼一声 穿上外套出门下楼 等两人回来 绝来越不正常 许文斌念叨一句 捧着杯子绰口茶 继续看电视 家里只剩下一个人 空荡荡的 还是四个人的时候好 周素芝和江河一起买菜 大包小包的踢回来 就看见许清 踏着小碎步过来 你帮他拿 没看见他手上那么多吗 周素芝奴嘴 驱赶跑过来的许清 我要说他比我力气大 你信不信 扯 你还练老虎拳呢 那叫虎吃拳 你怎么和我爸一样 记不清名字 许清把江河手里的菜 接过大半 又接过周素芝手里一半 双手站得满满当当 三个人一起走进楼道 行号带着女孩下楼 不骑车了 出去打个车吧 我自己也可以回去的 于丽怀里抱着小狗提议的 我送你 反正也没事 今天卸班 这都到年关了 现在卸 是不是春节要值班 行号憨憨的笑笑 才对了 就我一个 差点说秃鲁嘴 现在不是孤家寡人了 已经确定了关系 就你一个 于丽惊讶了一下 他们欺负你 没有没有没有 好几个人一起值班 一个呢 够啊 够辛苦的 总得有人辛苦 刚刚阳台上那个人 是不是 是不是 对 就是那个 练了什么拳 看着还挺有用 那天要不是他 我可能就交代了 练过五还让你冲在前面 他反应慢了 要是那天没我 他再往前走两拨 发现你 肯定也是 好 不对 换他 应该会悄悄的去摸块砖 反正不会当没看见 我俩从小玩到大的 秦浩才发现自己 其实不慢 以前被当成闷葫芦 可能只是没遇到 喜欢的人而已 对着这个大辫子 感觉什么什么都想说给他听 打倒车一起到 鱼利柱的地方 夜幕已经降临 滑灯出上 要上去坐坐吗 鱼利抱着小狗下车 转身问 秦浩正摸手机 刚刚震动了一下 听到他的话 下意识到 不了不了 这么晚 没撸你的饭 自己上外面吃去 呃 和鱼利大眼瞪小眼 要是青子在这儿 会怎么做 要是青子在这儿 要是 秦浩疯狂带入许青 你也还没吃饭 要不先把他安顿上去 然后一起吃 一秒后 秦浩挠着头试探的 先把他带上去 安顿一下 鱼利低下头道 小狗黑不溜秋的 趴在他怀里 生活条件年年攀高 过节的气氛 却一年不如一年 许青看着外面的夜色 一点都没有感觉到 以前临近过年的那种氛围 进了烟花没年味了 进了才好 千千噼里啪啦到半夜 烦都烦死 又老了一岁 没什么感觉一样 你小子 跳什么感觉 就挺可惜的 想起来以前过年 都喜气洋洋的 买肉直接搬条猪后腿回来 现在过得和平时 没什么两样 许文斌拿出来一瓶海之蓝 放到桌上 口感很柔 许青侧头看看江河 江河逼着头不看他 喝一点 嗯 喝一点 许青的话让江河松了口气 悄悄瞅他一眼 搞得好像我不让喝 管得很紧一样 少喝点 周素之却不管那么多 直接出声 喝不多 就随便两口 对对 一点 这么大桌菜 不喝点浪费了 外面夜幕深沉 风吹得格外冷 屋子里亮着灯光 暖气热腾腾的 和一强之格的外面 仿佛两个世界 小酒中一点一点 慢慢品尝 冬天喝一点 浑身通畅 半瓶酒被消磨掉 许文斌脸上微微发红 不再像刚刚那样 一副严肃的样子 显露出来高兴 眉毛都微微挑起来 说实话 到现在大半个月了 对许青和江河领政的事 他还有点猛猛的 没进入状态 或者说还没做好 改变身份的准备 有时一个人坐着 想起来这件事 恍惚间就感觉 说不出来的感觉 很微妙 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 就这么很突然的 成家了 然后就是高兴 视线从江河和许青脸上扫过 许文斌觉得命这东西 确实悬乎 许青不正经 那是一直以来的事 江河也不是个普通的女儿 身是曲折 都是俩麻烦精 偏偏凑一块刚刚好 貌似复复的正 他感慨一下 拿着小酒中支溜一口 感觉就是缘分 奇妙 我知道酒后乱性是什么意思吗 你敢乱试试 看我不易脚把你踢下去 游戏玩太多会导致暴力 你练那个拳 注意点 结婚了 也该守守性 听到许文斌低声说的话 许青忍不住看江河一眼 暴力 根据事实来看 玩游戏才是解决暴力的最佳办法 一个女侠天天宅着打游戏 连剑都懒得练了 不会 反而有意身心 有意啥 天天一坐就是一天 打麻将不也一样 一坐一天 都是玩 你就抬个 说的是事实 怎么就抬了 许青很理所当然 以前没游戏 我还整天玩弹珠呢 该玩的哪张纸 我都能玩一下午 许文斌端起酒喝一口 吃两口菜 没和他说话 自从许青经济独立 就很难再管他了 更何况现在已经结婚领政 虽然还没办酒 但在现在这个环境来说 领政的意义比办酒还要大一点 有些人一切从简 还有不少旅游结婚什么的 年轻人各种更是结婚都有 他们也没个亲家 办婚礼的话 也就是这两个人走个行事 热闹一下 许文斌觉得有点遗憾 没有亲家 一瓶酒喝下去三分之二 才被周素枝收起来 不让俩人再喝 许青的脸也有点红 一双眼睛却神采异 越喝越精神 放下完把桌子收拾干净 哼着哥从厨房出来 在老两口看来 他们已经开始婚后生活了 事实确实还差一点 差那么一点点 回吧 你们路上注意点啊 好的阿姨 从家里出来 被冷风一吹 许青裹了裹衣服 还叫阿姨 等办了酒才改口 还要净查 然后有改口费 许青没想到他们而亲 你怎么知道的 我去网上查了 江河背着手走在前面 得意的晃晃脑袋 你想坑我 没门 今天很高兴 是啊 说着话走到大门处 黑不溜秋一道身影迎面而来 秦浩动得稀溜稀溜 弯腰他被裹着衣服走过来 女朋友回去 他随口打招呼 这俩人帽子为金裹的严严实实 要不是太熟估计都认不出来 不 许青摇头 秦浩有点出乎意料 接着就听许青继续道 和我媳妇回去 你妈的 秦浩美好气而得道 谁没有 是看把你嘚瑟的 我也刚送媳妇回去 不 你那个是女朋友 许青拉住江河胳膊 我这是媳妇 刚好路过一辆出租 许青嘚瑟完就带着江河去坐车了 从夜风里钻进后座 忽然就暖了 秦浩熙熙鼻子侧头看一下 继续裹着衣服往家走 等回了家 把手捂在暖气上停了一会儿 才后知后觉的回过未来 车上 许青拿着江河的手摸呀摸 从指头尖到手掌屡来屡去 不知道的以为算命 看把你美的 江河懒懒的靠在座上 看着窗外道 他们办的身份 知道一下 也会舒坦一点 说明咱们没说谎 是真急着领证来着 你急 我又不急 是吗 是的 江河明起的嘴悄悄弯了一下 刚刚出门被风吹了一下 酒意有点上头 许青闭着眼睛养神 没有搭茶 就是捏着她的手不放 回到家 许青靠在江河肩上 闻着她身上的体香 你知道酒后乱性 是什么意思吗 我又没喝酒 但是我喝了 你敢乱试试 看我不易脚 把你踢下去 酒壮耸人胆 当初你喝了酒 能按着我 把我手腕上按出印子 现在我就能把你 摁在被窝里 嘿嘿嘿 你黑什么 赶紧洗澡 江河回来摘掉帽子围巾 手伸到脑后 揪住皮筋一拉 黑发如铺 散落在肩头 脱掉臃肿的外套 只留个毛衣在身上 玲珑有致的身材舒展开来 她一回头 她向着去刷牙 闻言气得江河 想把她拉回来捶一顿 谁老太太 谁老太太 洗完澡的 许清麻溜钻上床 等江河过来睡觉时 她已经呼呼大睡了 论个屁 江河嘟囔着 掀开她的胳膊钻过去 仔细闻闻酒味已经很淡 闭着眼睛拱拱 安心睡觉 隔日 大红的春莲把 已经变旧的换下来 小言蹦蹦跳跳在一旁看 许清伸长的胳膊使劲按压 这样才有些热闹的感觉 自己两个人 远远没有小孩子欢腾 感慨了一下小孩子的活力 许清把对联贴好 拍拍手推后 两步确认她有没有贴法 认识吗 浮旺才望运气旺 小言脆声声的声音 把许清指的面出来 这对联让她想起来 望望雪饼 就很想吃 然后她摸摸自己的都 拿出来一块雪饼 拿嘴咬开外面的包装袋 掰一半给许清分享 许清随手接过来 扔嘴里嘎吱嘎吱 视线一回对联上 浮旺才望运气旺 夹心人心事业心 土的吊渣 又俗 江河偏偏就喜欢这种 程玉兰从外面回来 见到对联也夸赞 喜庆 由此可证 江河真的是老太太审美 事儿 帮我们拍个照 见程玉兰带着小言准备上楼 许清才一拍脑袋 喊一声 然后把在屋里吃着 干果打游戏的江河叫出来 江河不情愿的离开电脑 出来整整衣服 穿着棉托站在许清旁边 咔嚓 许清志得意满的笑 和江河揣着 都盯着屏幕的一幕定格 看 比去年好多了 你去年和面谈似的 管事找出来去年的照片 对比一下 许清很满意 就是女侠没牵她的手 双手插冬 谁也不爱的样子 你才面谈 你才面谈 江河现在很有活力 许清说一句 她能顶两句 再也没出来的时候 那么可爱了 初六 许清见到了 许久未见的王子俊 一头骚气的发型 已经消失不见 和她一样理了个板寸 只不过长一些 大冬天太短了头冷 秦浩泽泽称奇 伸手就想盘两下 被王子俊挡开 妈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谁见了都想摸摸 什么时候生 许清对王子俊的毛孩感兴趣 总觉得这家伙生了孩子 就和自己不是同类了 预展期待四月 四月 许清掐指一算 十月怀胎 好家伙 去年六月怀的 可能吗 王子俊自己也不清楚 哪次就给怀上了 摸摸自己头发 当初的部分早已消失不见 脸上是喜滋滋的表情 爸爸是要真当爸爸喽 别陷 滚滚 你呢 王子俊问秦浩 他有女朋友了 就那个 咱们救的那个 上次我在家 看他带着人家回去 许清哔哔巴巴 给秦浩抖的干净 秦浩还蛮不好意思的 三个人一起遇见的 后面他被捅了 出手摆平的是许清 结果被他给 行吧 这俩活他们也不敢有什么想法 一个家里有大肚婆 一个家里时不时玩一下 一女六大剑 小聚一下 都没喝酒 秦浩治完班有几天假 不过还得防备着突发室 王子俊家里那个肚子 挺起来之后 渐渐喝得少了 许清也乐得不喝 末了 几个人出门 立在寒风里 随便又唠了几句 各回各家 有了家庭之后 有些东西悄然的就变了 也说不清具体 是什么样的变化 总之 和单身一人的时候 那种勾肩搭背不一样了 许清回头看看两个人的背影 难得的感性起来 不过兄弟还是兄弟 这点没变 赵书裹着墨绿色的君大衣 守在小区门口 见许清回来 招招手示意他过去 怎么了赵书 许清凑过来 就见老头瞧瞧左右 压低了声音道 小张家那个狗 大片大片的偷毛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急得他要命 说完 他就看着许清 许清一副关我什么事的表情 那也太可怕了 赵书须着眼盯着他 这些日子 他见许清每次出门 都提着什么东西 然后随便扔出去 问他他还说宝贝 八成就是这小子搞的 赵书您不会怀疑 是我弄的吧 许清挑眉道 我哪有弄的那呀 就是觉得 你书不定有办法治 我又不是兽医 许清笑笑 招呼一声准备回家 走出去两步又退回来 对了 我听说 狗不拴绳就容易生病 说不定拴个绳就治好了 这专家说的 赵书愣了愣 若有所思的摸着下巴 看向那边 走了 许清回到家里 江河正打游戏 在白银分段叱咤侠鼓 许清到了杯水盒下 凑过来捞起江河的腿 就打算摸摸小脚 你别摸我脚 江河反应却和平时不一样 喊完一句连忙捂住嘴 一副糟了的表情 许清还在纳闷 顺着他视线看过去 你在直播 许清僵住了 和江河对视一下 你喊个屁 表情冷静的退后摸出手机 打开江河的直播间看看 好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是变态了 作为一个大隐隐于世的武林高手 痴迷锁子甲和练装的人设崩塌 除了捏盔甲练功武剑之外 还是个喜欢摸脚的变态 许清心里一万头 羊驼奔勇 女侠也太会搞事了 等江河打完这一局 许清捂着额头摊在沙发上 为什么下午也播了 你不是说那个什么 换游戏会流失很多人 然后我就想 下午播一下 等看这个的人多了 再把那个游戏换掉 江河别了别嘴 很难过 许清有些无言 我没有想整天播 就是 就是 江河知道他担心什么 如果播游戏的时间太长 会影响到生活 这也是之前 许清不想让他做这个的原因 红薯干卖不出去 想赚钱 听到江河应声 许清看着天花板陷入思索 这个游戏受众很多 比我打决斗场 看的人多 而且 也不用一直往上打断位 他们现在 叫我青铜独流 播很久了 许清皱眉 也没有 就是偶尔打一两局 趁我不在的时候 江河像做错事的小孩 一头砸到许清这 沉默了一下道 本来也是玩 玩的时候开个播 顺便的是 知道为什么没一开始 就让你播这个吗 江河思索了一下 试探着问道 时间太长 对 打一局的时间太长 如果只播一小时的话 甚至两把都打不完 许清叹了口气 我不想让你的时间 都被他炸了 江河沉默了 许清摸着他的头发 脑袋里在思考江河的事 一直以来都在忙身份的事 忽略了 或者说排后了 另一件重要的问题 就是江河的未来 身份证已经拿到了 这个问题就摆在眼前了 解决了身份证 他要用什么身份 在这个社会活下去 全职主妇 在家带娃洗衣做饭 不过是开玩笑而已 江河这个人是闲不住的 必须得给自己找点事做 那样他才能获得快乐 如果有快递的话 就算卖不出钱 他也会乐呵呵的去中 你要做职业主播吗 许清问 这件事必须好好沟通才行 我 江河抬起头看他 眼里闪过片刻的茫然 过了一会儿才摇头道 我不知道 我好像只能打游戏 或者拍频听那种小视频 还有 反正都是在网上做的事 他一无所有 以前觉得拿了身份证 就可以天大地大 现在身份证到手 真要实际操作起来 江河才发现 有没有这张身份 其实都一样 紧在这件事上来说 都一样 许清视线落到他干净的小脸上 顿了一下道 你可以学 像以前说的 我们喝奶茶的时候 你不是问自己能不能做吗 还有做出租的时候 这都是举例 其他的任何事 你想做什么 都可以学 江河眼睛渐渐亮起来 对 我可以学 江河抿了名嘴唇 古代人就是蠢 连自己可以学都忘了 江河用力点头 活着容易 活得好不容易 幸好一直有许清 你为什么这么帮我 江河把脸贴在许清的毛衣上 小声问 许清就觉得很奇怪 你是我媳妇 我不帮你帮谁 起开 压死我了 我不 你快点起来 许清把他扶起来 江河不情不愿的作证了 瞧他一眼 又一头扎过来 女侠 你才来了不到两年 能学会现代生活 不会带着东西去厕所偷偷吃 就已经很厉害了 别想太多好吗 一步都不聊天的 你真的很厉害 江河的日子还很长 现在才刚刚开始 好吧 你应该是那个强大又自信的女侠江河 怎么变成现代人以后变得和小女人一样 我 江河捏了捏拳头 喀巴喀巴的声音如此耳熟 可能就是因为我变成现代人了吧 许清目光放在江河的拳头上 顿了片刻 低头轻他额头一下 时代变了 规则变了 一开始他只是知道 没有深刻体会到 只听自己说 这是一个用头脑生活的世界 当认知逐渐转变之后 发现以前的那些都已经用不上了 这不是武力横行的时候 他因以为傲的东西被摔得吸碎 新规则下 自然就会焦虑 总会有这个过程 你钻牛脚尖了 许清摇摇头 旋即又笑了 等你变得足够强大 就不会有这些想法了 就像我一样 是吗 是的 你只要能用武力征服我 就够了 许清整整衣服站起来 经过许清的开导 江河开心的哼着歌去给自己的花胶水 已经抽出了牙 还带片叶子 许清瞧着那片嫩绿的叶子不太对劲 你种的这是什么 薰衣草啊 许清点点头 拿手机拍张照片 打算找懂的人问问 怎么了 没事 我只是觉得你需要换一个大点的花盆 薰衣草用不着太大的 许清点点头 没有再提建议 我打算帮你弄个中专学历 然后不管高考还是大专 你得自己努力 挑个自己喜欢的专业 要去学校吗 暂时不用 中专没什么可学的 还不如你自己在家针对性的学习 由我帮你 哦 我真的要去读书 古代的小同志 你的思想觉悟要提高 不是 我是觉得 如果有更好的其他的什么 钱是不是白花了 江河恼恼比翼 为什么 我总觉得你的计划 不会按预想的发展 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倒霉啊 做什么都 江河瞅瞅他 没说完 反正就是有那么种感觉 许清也觉得是这样 不过原因不同 他是觉得这个和古代老太太沾上的事 都会变得不太正常 等开春了我们去苏州吧 去看看寒山寺那些 去苏州吗 那冬瓜呢 出去苏州 最少也要十天半个月 冬瓜估计会饿成油条 有自动投食机也不放心 交给我妈他们照顾一下 刚好让他少打点麻将 三月 气温回暖 许清和江河坐上了前往苏州的列车 你的轻功能达到时速多少 我 我又不会算时速 这个东西能稳定二百多公里 我觉得你的轻功追不上他 江河像个憨僻一样 左瞧右瞧 这就是傻根做的那种 里面有那么多小偷啊 他很兴奋 那是电影 而且是绿皮车 我们这是动车 没那么乱 在后车厅里两个人窃窃私以 开始憧憬姑苏现在的模样 等那股新鲜劲下去 也没太兴奋了 他才感觉到有点无聊 侧头看看 许清已经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 两个人的包就在头顶 如果有人想偷 路过的时候顺手一拿就没了 这家伙还能睡得着 车子飞快驶过 到下午 窗外已经不是平原 大片大片的山 偶尔路过城市 江河才贴到窗边看看外面 座物也变成稻田 而不是绿油油的小麦 这么久还没到啊 不是说五点多吗 现在好大呀 姑苏 下了列车 天色刚有一点点暗 灯火还没亮起 微风吹过 江河停下脚步 脸上闪过一丝茫然 即使早有心理准备 亲眼看到的时候 还是有点恍惚 面对完全陌生的景物 他心底谨慎的那一丝丝 期待也消失不见 这就是现在的姑苏 对 许清站在他身边道 侧头看看 轻声道 一千多年了 你回来了 一路沉默无言 坐着出租去往订好的酒店 江河一直望着窗外 看街道上人来人往 他也不知道 自己在期待什么 明明已经上网 看过好几次 现在双脚真正踏上 这片土地 看向街角路 灯离红的时候 依然难免有 那么一丝丝失落 姑苏 是真的没了呀 一千年前的人和事 都已经被埋葬在 这片土地上了 很失落 许清摸摸他的头发 没有 江河摇摇头 嘴角勾动一下 朝他笑笑 早就在网上看过 但是 真的过来的时候 还是会想起一些往事 许清很理解 他在千年前的这里 生活了十几年 到现代才短短不到两年 会这样很正常 你饿了没 很饿的话 可以先吃点东西 我们又没很多东西 先放下吧 再出来逛逛 也好 许清略一思量 点头同意 坐了大半天的车 进去酒店大堂 很顺利拿到钥匙 许清和江河上二楼 顺着门牌号找过去 是靠接到一间双人房 里面两张床 洁白整齐 一人一个 江河挑了挑眉 关于订房的事 他并没掺和 进来看到两张床 才感觉出乎意料 这家伙改性子了 你在想屁吃 下一刻 许清就打破了他的猜测 把肩上双肩包摘下来 往靠外面的床上一扔 接着趴到另一张床上 声音一声 我们两个都睡这边 那边放包和衣服 明明都没成亲 还一直睡一个被窝 江河嘟嘟囔囔 早已经都习惯了 全都是阴谋 我们结婚了 只是领个证 谁家领证了还不那什么 放别人那里 你这就是骗婚行为 要被盗的我跟你说 你告我呀 别人家 又不是一千年的女侠 许清只在床上躺了一下 就翻身爬起来 到处看看摸摸 还拿着手机晃一下 然后摸进洗手间里去 江河瞧着她 这像捉鬼一样的架势 没太明白 你在做什么 找找看有没有探头偷窥 出远门不得不防 还会有这种事啊 一般不会有 小夕没大错 定双人房比大床房更安全点 许清拿着手机到处看看 检查一遍没有什么东西 这才放心了 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点 望向下面街道 现代生活挺麻烦的 江河发出感叹 科技提高了吗 走 下去带你吃东西 路上左桥右桥 他想买一张实体地图 找出来他以前生活的地方去看看 看江河 好像心情已经平复过来 和出发时一样 好奇的左右看 苏州是比江城发展好很多的 江城都不知道几线了 勉强算个事 走在这里的街上 就能感受到这里的繁华 霓虹璀 只是一条街道 就和江城靠近中心那里差不多 大城市啊 江河四处观桥着感叹 要么那些人都爱往大城市跑呢 大城市就是好 许青看着这个新一线城市也感慨 一分价钱一分货 贵的东西除了贵以外 找不出太多缺点 相比起来 江城真的太漏了 你想搬过来 搬不起 这里房价都大几万一平 还限购 大几万 江河扎舌 立下头搬手指头数一下 那咱们住的那个 要是在这里 最少也能值百万了 他很震惊 可能一辈子都很难在这里买一套房 还是自己该比较好 小富婆 我的房子 又是能留到现在 江河闻言幻想了一下 真的是富婆 房子一卖 带着许青回江城种地去 就一辈子吃喝不愁了 可惜 就算留着也没人承认 总不能说她是房屋主人 跑过来回收了 两个人没走太远 在这条街上逛逛 走到结尾转弯处 进了一家名叫姑苏特色的小吃店 江河看着一桌子的菜 怀疑她是赠品 就像在超市里买大桶油 送小桶油 可许青对视一眼 江河掰开筷子 几口吃完连汤都没剩下 摸摸肚子 感觉和吃了个小零食差不多 许青骚骚头 看看菜单又点几份其他的 不用打包 这吃 她特意嘱咐 在江城两个人都算食量大的 到了这边的小馆 就像卤汁伸进了包子铺 碗一叠一叠的那种 震惊周围一圈人 好家伙 这得饿了三天吧 江河吃完擦擦嘴 算一下账 顿时觉得感觉到这里的物价 果然 房子那么贵 吃的也非常贵 你再这样吃 我要养不起你了 她瞧着许青扒饭说道 装什么呢 没吃饱就在叫 或者出去转转 看看别的好吃的 等下出去看看别的地方吧 江河小声道 她感觉许青这话一说 周围目光好像又看过来了 你们这不顶饱 一边起身 许青还一边和服务员念叨 服务员无话可说 好贵啊 我们要是生活在这里 岂不是吃饭都要吃破产掉 江河出了门和许青碎碎念 是咱们吃的多 也不全是 这就是南北差异 还有大城市的原因 和我们吃的多 多方便综合起来的 许青安慰她 能吃是福 有些人想吃这么多还吃不了 来看看这个灌汤包 曾经觉得江河是个吃货的许青 现在胃口好的不得了 到苏州第一天 许青带着江河一起吃吃逛逛 最后摸着肚子溜达回去 没买到地图 许青趴在床上搜出古代姑苏 与现代苏州对比 然后给江河看 江河见状摇摇头 她早已经在电脑上搜过不止一次 寨子很难找到了 我们是出来玩的 那些过去了 就过去吧 江河探口气道 找到也改变不了什么 她存在过的痕迹 早已经完全消息了 没事 多逛逛 一边玩一边转 看着许青光着上身 江河回过神 目光转动 看向她带着水珠的锁骨 我的肌肉壮不壮 许青摆出一个健美先生的造型 若姬 江河撇撇嘴 不懈的一开眼神 再一回来看一眼 其实说若姬有些不恰当了 该说若鹅才对 已经生了一个档次 都洗完澡钻进被窝里 开着床头小夜灯 许青手在江河背上俯过 你知道吗 什么 情侣一起出去旅游 如果什么事都没发生的话 回去后有九成的概率分手 江河白了她一眼 把被子往身上扯扯 我们是夫妻了 那更应该 你试试 我非得试一下 许青翻身而起 江河抬手朝她胳膊抓过去 她见状手腕一番 挡住江河的手 利用体重优势试图压住她 江河像个泥丘一样翻身滚开 在许青没反应过来之前 已经再次探手抓她胳膊 许青搓搓胳膊 咬牙继续 床上动静不小 隔壁响起一声怪叫 两个人同时收手 愣在原地 隔壁房间情侣的声音 让江河脸瞬间通火 视线飘忽 避开许青眼神 我 我 没想到隔音这么差 失算了 许青有些脑 他们两个首次 肯定不能是这环境 江河欲言又止 她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 有些不知所措 在家看电影 是一个人偷偷看 谁听过这个 见许青把耳朵靠墙贴过去 她呼得瞪大了眼睛 此人怎能如此无耻 片刻后 两个人面对面贴着墙 听隔壁唱歌 等我们 完 完婚 在 在 江河躺回床上裹几被子 支支吾吾地道 在什么 许青见力突发 在揍你 江河眉毛一束 这家伙就会得寸进尺 我要挑战你 许青直指江河 江河挑了挑眉 砰 许青一个手刀过去 被江河挡住 接着另一只手 也握拳打过去 铁拳出击 这边床上又热闹起来 许青时不时痛呼一声 比隔壁毫不逊色 十多分钟后 发泄完一身力气的许青 才字牙咧嘴 搓着胳膊躺下 小娘子记高一筹 迟早把你拿下 出来旅游不发生点 什么大概率分手 这是有据可查的 现在算是发生了 在床上打了一架 谁也不能说没发生 我本来以为带你回这里 你会感动的 痛哭流涕死皮带脸 求着我和你同房 许青小声嘟闹着 找个舒服的姿势 闭上眼睛 还没睡着 怎么就开始做梦了 你以为你能跑得了 你打不过我 两个人小声夜话 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江河像猫一样的扶在旁边 一头黑发披落在枕头上 许青捏着她的发烧轻敏 不多时已经睡过去 听着许青呼吸逐渐平稳 江河翻个身关掉 床头小夜灯 在黑暗里睁着眼睛 静静的没有出声 小脚在许青腿上勾着蹭蹭 她忽然想起 书上说摩擦会生热 二娘现在都没她懂得多了 隔日出门 相邻房间的小情侣也恰好出门 看到手玩手 从隔壁房间出来的 许青和江河两人 表情都有些怪异 男孩看向许青的眼神有些敬畏 三月 江城树上嫩牙刚刚站开 苏州已是花团紧簇 大片的郁金香 在公园路边围成一道风景线 不同颜色之间互相映衬 江河显然很喜欢这个公园 拿着手机拍照 一滴液体落在脸上 她抬头看看 紧接着是第二滴 第三滴密密麻麻的雨珠 从高空落下 打在头上 肩上 公园瞬间被一层雨帘遮住 细密的雨滴打在枝叶 和地面的声音响起 许青一把拉住江河 边护着地图边往旁边小亭子里跑 好在不是周末 现在这个时间公园人不多 亭子里并没什么人 两个人坐在石凳上瞧着雨幕 相视而笑 看吧 我就说你倒霉 只带了一把 许青把背包放到石凳上 拿着地图铺开 在上面寻找片刻 指着一触道 我们现在在这里 然后那边是虎丘 雨稀稀粒粒下个不停 公园里已经没多少人 许青侧头看看 不远处过来的一个花雨伞 一个年轻女子 娇小的身影完全遮在伞下 独自站在雨中漫步 许青看一眼便收回目光 继续趴在石凳上和江河 研究她的寨子可能在哪 你看 只要以这几个点为原型 测算你骑马的速度是多少 然后走多久会到 距离为半径画原 画三个出来的焦点就是位置 又要做题 这叫实际应用 两个人手指在地图上滑来滑去 江河皱眉仔细思索 马的速度不好测算 我们骑马又不是汽车 会显示时速多少 感觉误差大 从这里 虎丘到寨子 寒山寺没去过 听着雨声 两个人用心思索 一边交谈 忽然一声轻响 许青侧头看看 正了正 回头和江河对视一下 江河眨了眨眼 一时也没反应过来 许青直起身子 转头望望空无一人的附近 心里咯噔一下 干 他忽然低骂一声 用手遮着额头跑出去 你别动 我过去看看 江河眼睛睁大了一点 看着他跑到岸边 朝下面望望 接着回头喊一声 报警 喊出一声 外套已经被他脱掉 许青没有丝毫停顿 扑通一声消失在岸边 看得江河心里一跳 赶紧摸手机拨号 小雨依然在下 在这个天气 公园的人已经越来越少 可能是许青的喊声 惊动了别人 过一会儿才有人围过来 闪着红蓝光的警车 也赶过来 许青一身湿透 牙齿咯咯作响地 爬上岸边的时候 周围已经围了一圈人 初春三月 寒气未退 河水冰凉刺骨 如果不是身体素质 有所改善 许青觉得自己要交代在这儿 湿漉漉地接过江河 递过来的衣服 看看现场已经被接手 拉着江河就准备离开 那个 后面有个警察喊他 再不回去换衣服 我就冻死了 许青抱着膀子道 脚步没停 反而走得更快了 没事吧 没事 许青摇头 牙齿得得得的 还真被你说对了 咱俩就是摔 那女孩 江河回头看一眼 呛了几口水 没什么事 一路回到家 把湿衣服扔掉 洗个热水澡 许青裹着被子 半天没缓过来 今天的计划泡汤了 到苏州的第二天 许青下水游了一圈 躺在床上 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的有点费 雨还没停 没有 许青盘腿躺在床上 把自己的提前 准备的存稿发上去 一直下雨 没办法好好出去玩 趁着这机会 她抓紧时间继续工作 雨再继续下下去 两个人的游玩计划 肯定要往后推迟 在苏州多待几天 下水只是一个小插曲 当时连手机号都没留 两个人就走了 也没打算露面 这叫学习雷锋 不留名 许青是这么说的 还很嘚瑟 像不像行侠仗义的大侠 是是是 你大侠 怕被以身相许 怕我打死你吧 现代社会 哪来那么多以身相许 说不定还要骂我多管闲事 不多那个事 那你还就 刚看着我做不出来 好胆是调命 有些人 其实只是一时钻两牛脚尖 撑不下去了 如果有人能拉他一把 他可能就退回来了 然后再看那些 让他撑不下去的事 发现都不算什么大事 但如果没有人拉一把 没了就是没了 你真是个好人 我怎么觉得你阴阳怪气 许青瞅瞅江河 发现他还挺认真 突然想到 你当初留我 可能真的不是见色起义 江河小声哼哼 不 你错了 那时候我就是见色起义 江河无聊的 以着许青后背 看他在电脑上剪辑 顺便刷剧 见不见色起义都不重要 反正这个人蛮 欠揍的 他拨弄一下许青的耳朵 忽然在他脸上 用力扒一口 其实我也是 看你长得好看 才没看你 真的吗 真的 我早就知道 你尝我的美色 看着我都快流口水了 许青很得意 没有感觉我们两个 是出来行侠仗义来了 许青在地铁上坐看又看 带着唐朝女侠在都市乱窜 莫名就有点这种奇妙感觉 何为侠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你怎么不当警察去 我当不了 那叫官差 与我江湖游侠天生泛冲 你还江湖游侠 又没出过几次远门 订个房还隔音差 江河总算抓到他的尾巴 以前总觉得这个人什么都会 现在看 其实也就只是比他聪明一点点 就那么小的一点点 现在刚开始游 两个人低声说着话 扶着栏杆靠在一块 地铁到站之后 再打个车前往郊区 路上没有想象中荒凉 到达目的地后 两个人拿着地图 路过公墓 哼哧哼哧爬上山坡 江河转目四看 皱着眉 配合地图 不确定地道 应该就是这附近 看上去不是什么好地方啊 以前这里是大片树林 江河指着远处说到一半 声音渐小 许青看他神情 猜测道 你就是从那个树林过来的 江河点了点头 沉默片刻朝他笑道 我们过去看看 你说我会不会 搜一下再回去呢 搜一下的话 应该是我们两个回去才对 许青目光望过去 他指的地方 已经变成一片空底 旁边修着石阶 还是不了吧 你怕了 不怕 就是万一我们走过去地震了呢 江河撇撇嘴 你就是怕了 我怕 好了 我不过去了 江河长出口气 在山坡上蹲下来 看着不远处出神 确实没必要 就算能回去又怎么样 也是找个人架了 然后望着星空 想念现代的一切 确定是这里 是了 见到江河点头 许青望望四周 也学着他的样子蹲下来 嘴里念念有词 你在做什么 我在告诉他们 你在这边过得很好 不用老担心你 他们也学会迁到别处去 也说不定了 后面没多久 就安始之乱了 江河手指拔下一根野草 在手里缠着 望着远处 目光变得深远 这里算不算我的娘家 许久后 他忽然开口道 应该算吧 我要不要磕个头 许青脑袋上灯泡一闪 我发现到了这里 你就变蠢了 许青没有反驳 错乱的时空 千年的岁月 挺让人不淡定的 上驻香疤 他从包里拿出来香烛 山坡上草木葱龙 三根香烛插在地上 鸟鸟青烟刚刚升起 便被微风吹散 太阳斜照 江河用手遮在额头 微微仰视看向天空 千年前的一幕幕 从眼前赏过 而后是现代钢铁城市的一切 时空错乱的恍惚感 从他身上升起来 许青在一旁看着 觉得他的侧影 在某一刻变得飘忽 好像很远 又好像很近 不属于这片时空的人 真的能长久留在这里这里吗 许青下意识伸手 握住他搭在膝盖上的手臂 江河侧头看一眼 对他笑了 这一笑 让许青松了口气 刚刚那种古怪感消失不见 两个人蹲在地上 看着香烛慢慢燃烧 咕嗽的那个小寨子 从此只存在于回忆 走吧 江河站起来 拍拍双手 长出一口气 像是完成了什么心愿 等他烧完 许青指了指那 还在冒烟的香烛 我们走了 他要试着起来 你要被抓的 好像是你点的吧 是你插上去的 你买的 反正一块被抓 江河黑黑笑了 然后趴到他背上 两只胳膊还着许青 轻轻摇晃两下 你说 我要是没有过来 会发生什么事 大概 你会不知道哪天被人砍死 我在现代悠哉悠哉 喝着可乐刷着剧 等耗子他们都结婚了 才发现我也该找个女朋友 然后迫于老头子的压力 找个正经工作 去相亲 或者自己碰到一个河的来的 我才不会被人砍死 只有我砍别人 江河望着远处 说不定 还会遇到一个大户人家 然后陪葬 再被挖出来 挖出来你也不知道是我 怎么可能认识 那也太无趣了 等香烛自然熄灭 许青背着江河起身 原地转一圈 看看四周 大当家的 我带着江河跑了 要死啊你 江河捏他一把 许青哈哈笑着往山坡下跑去 江河不中 挂在胸前的双肩包也不中 对于他来说 根本没什么压力 姑苏的那个小寨子 从此只存在于回忆 许青本以为江河会伤感一下 却没想到他调整得非常快 就像来苏州的第一天 在路上还有些失落 等下的车便已经恢复心态 哭 并不能管什么用 所以你不用指望 以后惹我生气了 我会像电视上那些纯女人一样 哭给你看 我只会揍你一顿 让你哭 咱们读书人要讲道理的好吧 谁跟你是读书人 坐在地铁上 江河表情汹汹的威胁他 你讲的不是道理 你是在骗 这个人老想着婚前坏他身子 不安好心 说不定得到了就嫌弃了 到时候得揍他 地铁急迟前进 隔壁车厢忽然嘈杂起来 好像在闹什么事 两个人同时转头望过去 然后对视一眼 丧尸病毒药爆发了吗 江河兴奋的准备 躺着许青跑路 这情况他见过 你怎么会想到丧尸 许青很疑惑 这情况跟电影里多像啊 你 我 夫妻 那边情侣 还有个挺着大肚子的 接下来就是 我们一起跑路 电影的黄金配置 都被江河一一寻找出来 这让许青十分惊奇 他对电影的理解 好像还挺厉害 然后隔壁车厢的丧尸冲过来 江河继续完善剧本 你不当导演可惜了 许青择了一声 和江河说着话 许青懒着江河往那边靠了靠 听着别人闲谈 接下来 我们就该到处逛逛玩玩了 去哪玩啊 剑池 你应该会喜欢吧 许青觉得女侠这么喜欢剑 应该会喜欢剑池 两个人买了票 一人四十 许青静静地拉着江河直奔目标 远拱门上四个大字 别有洞天 进去一看 两片石牙拔地而起 中间是一池绿水 池形狭长 南宽北窄 仔细看向一把放平的剑 就这 许青失落了一下 接着看看江河 以前是这样吗 江河撇了撇嘴 感觉许青蠢得和只会嗷嗷叫的蠢驴一样 以前谁花钱看这个 这就是时光的力量 许青总算想明白了 现在人感兴趣的名胜古迹 在江河那时候的人看来 就是路边的破石头 破房子 如果把你摆到博物馆 一百块一张门票看唐朝人 也会有无数人 甚至洋鬼子飘洋过海过来看你 看完剑池 许青直奔事件时 这是他来这里的第二目标 事件时只是一个破石头 看别人在上面砍的印子 江河只瞄了一眼便不感兴趣 转头看向别处 却感觉到许青望过来 怎么了 他觉得许青的眼神有点古怪 能从中揣摩出剑 对对 还能激发出来 万千剑光乱飞 相当于绝世高手权力一击 旁边和许青一样的中二年轻人 边拍照边搭场 要是悟性高能学会刘建人的剑法 功力更进一步 那得看刘建恒的人当时什么兴奋 剑痕和剑痕不一样 江河瞧着这俩或兴奋的交流起来 他这个高手什么都看不出来 两个菜鸡却说的头头是道的 麻烦你正常点 江河冷漠倒 许青和小伙对视一眼 同时摇了摇头 女人啊 她吧 许青表情一僵 小伙好奇的左右看看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你有听到吗 功夫的声音 许青严肃的直指是剑时 我与她无缘 就此别过 说完 许青就拉着江河走了 真的不存在建议什么的 没有 内功 没有 采音不 江河气的垂他 该教的都教了 还想怎样 许青和江河就这样一路走走停停 到处吃吃喝喝 逛逛公园 像个正常生活在苏州的人一样 没有网景点扎堆 两人走在灯火通明的街道 在这个陌生的现代城市 处处留下自己的身影 许青带着女侠就像一对普通情侣 看男热闹凑到哪里 套圈套了几个精美的钥匙串和锁链 江河准备当作礼物带回去给平平 等我给你砸一个 许青和江河围观了片刻 他跃跃欲试 感觉这群男女学生玩的打击器正适合他 一拳下去 只要那个撞针打到底 就有礼物掉出来 江河双手揣兜 文言耸了耸肩没说话 饶有兴趣的看着他们 两个男孩已经尽力了 还没有打到底 互相比谁更力气大 几个女学生应声艳语 一起刚离开两步 就听到砰一声巨响 一回头 正见刚刚围观的女孩子 收回手重新揣兜 他旁边的男人屁颠去 拿掉出来的礼物 再看看机器 机器的音乐已经变了 好像是打破记录的声音 两个人悠悠的从他们旁边路过 许青小鸟一人的 靠在江河肩上夸他 几个女学生 正正的目送他们远去 把目光放到两个男孩身上 两个男孩心态崩了 这这么贱鬼 要玩那个吗 江河见到蹦蹦床眼睛一亮 拿手指着道 许青赶紧拉住他 那是小孩玩的 他怕江河头撞到屋顶上去 咱们去打地鼠 他兜里一大把硬币等着花 忧着点力 别把人家机器锤坏了 江河拿着锤子是手感 许青不厌其烦的嘱咐 来了这里 江河就像回到家一样 要是小时候 有这么一个大姐姐带着他玩 爽抱了 现在像带女儿一样 也不错的感觉 他已经在期待两个人孩子的快乐童年了 有这么一个妈 约等于无敌 在苏州待了十来天 已经是四月初 王子俊打来电话嘚死的时候 许青正和江河走在去寒山寺的路上 挂掉电话 许青表情很奇妙 怎么了 狗大户当爹了 生了的大胖小子 对着我狂笑了两分钟 就那个狗大户 你是不是也一直想生小孩 江河拿着他的手指头轻捏 我不想生 我只是缠你身子 许青很诚实 你下戒 江河紧张的望了望左右 用眼睛瞪这个家伙 生了小孩就没现在这么乐好 很累 压力很大 又要奶粉又要什么的 还没做好准备 都是借口 江河侧头看向别处 脸颊微红 身子被喜欢的人痴迷 仔细想想好像也蛮不错 江河呀江河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